歡迎收看小明星 让你远离高热量的地狱 说是地狱 会不会太恐怖了 我觉得一点都不会 就是地狱啊 上班族坐着吃的机会很多 我们今天也要体验一下 上班族是怎么样坐着吃 越吃越夸张 不好意思 坐着吃 台湾的这些 是叫台湾盛品 有点实际 今天都是小城市前面的 都是颇具代表性的 但是我跟你讲 一讲到热量就伤感情了 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吓死了 锅贴 我超爱吃锅贴 锅贴十个热量超过七百塔 这要怎么可能 我都不懂它的热量从哪来了 然后还有什么 你爱拜吃小笼包 当然啊 小笼包了 黑人哥 你大明星 小笼包 小笼包 你常常代言拍什么封面照 要维持身材 对不对 小笼包你不敢吃了 翼龙小笼包一千多卡 小笼包 小笼包 小笼包给你最爱 小笼包 小笼包一笼一千多卡 而且我还喜欢那种生煎包 也是一龙 高际的那种 高际的 生煎包 对 那也好好吃 好 小笼包一千多卡 然后 危险小吃前三名是 严肃鸡 锅贴 还有葱油饼 我的天啊 葱油饼 几乎每个商圈的转角口 都有一家 但是我 他跟双胞胎 总是合起来骂你 可是我觉得我不管 你不管 我不管 今晚我听到这么多 热量这么高 无法阻挡我热爱吃台湾 小吃 小吃这件事 锦莉有一个人管定了 你预造一下好不好 预警是不是 对啊 第一位要介绍出场 他管定了 他管定了对啊 他把这个责任和使命 拦在自己他肩膀上面 可是他其实今天他有点转型 他告诉大家说 好 我让你吃 你可以吃 而且他最后要公布一个百搭秘方 没有错 你就拼命吃 可是有这个百搭秘方的话 吃了不肥 他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样 他并不教条式教你一定要怎么做 因为他自己很容易动摇 他都不小心要推荐好吃的给我 对 好 龙龙欢迎 对热量相当严格的心理营养师 谢一发老师 不要以为吃美食就会发胖 你吃对美食不会胖 而且夜市的美食这么好吃 你怎么舍得放弃它呢 不过有PETBALL 那你吃对它又不会发胖 有蜜蜜的啊 仔细收看 好 女生今天胎面也蛮怪的 这个逗典用的 好 欢迎一芳老师 好 接下来下一位 爱吃又怕胖的美丽艺人 Lidia 嗨 相信已经有超多看我们跟我们一样 很爱吃 可是很怕胖 没关系 今天我要把所有女明星可以吃 但是又不会胖的秘密 告诉你们 欢迎Lidia 好 接下来欢迎是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保养老师 Sam老师 大家好 我是Sam 几个简单的小动作 让你享受美食之余 也能轻松的苗条身材哦 欢迎Sam老师 好 接下来欢迎爱美食 又不想忌口的 一样记者洪树青 嗨 大家好 别说高热量美食一定会胖 选对方法让你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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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瘦的瘦 挺要求 挺要求 没吃好就是要求 真的 今天是要求的好吃 可是也要求的不会胖 我们这样子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这真的可以是代表台湾的美食 对不对 这十名 其实我说虽然有 一二三十这样排下来 可是我觉得他每一个人 都是同样是冠军 没有错 可惧代表性的 在台湾民众的心目中 同样是冠军 好 我们先来推荐几个 谁先来推荐一下 来 Yumi 我要先推荐 我要推荐在天母 然后中山北路七段的盛口味大肠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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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狠狠 吃藏给他看的 吓死他的内脏对不对 好 还有橘子 对 那我要推荐的是在板桥 新普丹附近的什么中山国中附近的 那个油库口 这个有名的 对 然后他一碗分量非常的大 因为对 我喜欢分量大的东西 他的那个鱼鱼鱼鱼鱼大概有七八颗 然后大肠也有个十来条就觉得 跟其他的比起来的话 就他非常有诚意 对 所以超爱吃的 今天第一蛋就是蚝蛙蜜抓 蜜蜜 台湾的国民美食 我上次不是也PO一张 我常去那个中文加油站旁边的嘛 后来我下个礼拜去 因为老板娘搭在你肩上 我跟她 总是有一种暧昧的朋友 毕竟我从高中学生时代 一直在那边吃 真的 然后他只是在中文加油站 旁边的一个小摊子 然后他还有搭配甜不辣 然后我不是PO一个Facebook嘛 然后她说 香港的朋友 内地的朋友 游览车放在那边然后下车去 他就是一锅卖完那天不卖嘛 他就大概卖到六点 他说那天他三点就收工 他目的是什么 你不要再PO了 我好忙啦 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蚝蛙蜜刷 在我们今天排行榜第十名 415卡 OK的喔 415卡 OK的吧 你不是喜欢吃蚝蛙蜡蜡吗 喜欢啊 蛮喜欢 我有推荐一个蚝蛙蜡蜡 这个是你推荐的在哪里 对 这个是在龙山寺捷运站出来 一个叫成继面线 对 它就是在排队的 而且大肠好多耶 有大肠 对 它大肠就很多很嫩这样 对啊 而且你尝尝看它的口味 它就是 因为面线基本上吃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怕太咸或什么 它的味道我是觉得调得蛮清爽的 你这不是 这没有蚝啊 这是大肠面线 大肠面线 你刚放饭没吃这边 好来吃吃看 怎么样 香耶 对 OK 因为这是在你刚刚说是 在龙山寺捷 在河濱西路三段那边 就龙山寺捷出来就看到了 嗯 但是这个多好 415卡我们吃的那么高兴 对 不仅是宵夜 下午也很喜欢吃对不对 对 如果你一星期吃三次蚝蛙米刷的话 一个月胖几公斤呢 0.68 OK的啦 都OK啊 都高一公斤可接受 OK啊 但是今天 一方老师来 营养师告诉你怎么吃蚝蛙米刷 我就是要吃 可是我又不要胖 汤少喝一点 对 是吗 一方老师 其实它勾芡最容易发胖 所以我们只要不会勾芡 可是它这没办法 你吃 如果你热的有勾芡 还是冷的才会有勾勾的感觉 冷了 对 所以蚝蛙米刷要什么时候吃 真的热的吃 吃完这种汤汁就不要喝掉它 就可以至少少掉到100卡 你吃那个 米刷就好 对 因为汤才是 也满足那个口味 对啊 汤才是大问题 可是这 因为他们说重点就是 吃蚝蛙米刷的时候用筷子 不能用汤吃 是 因为连汤都喝进去 对 是不是黑人 好 接下来还要推荐的是什么小吃 哦 来 小乌龟 这个啊 它是在饶河街中段 中段 它非常有名的一家蚵仔煎 哦 要往中间走 对 往中间走 那它也很单纯 它就是卖双蛋蚵仔跟综合虾仁 就这四个 没有其他的 有的没的东西 但它很厉害的是 它的皮很脆 因为有的蚵仔煎 它都糊糊的 它不会它的皮很脆 而且很脆的同时 它的蚵仔又是非常饱满 哇 蜜蜜 妳要介绍哪一家 我要介绍宁夏夜市的賴季 蚵仔煎 对 有名的哦 有名 而且因为它 在这里的还是在大街上的那一家 旁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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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特色是每天就是 从冬时运送鲜蚵 我带的就是宁夏夜市的蚵仔 就是这个吗 我昨天去排了大概半个小时 是不是妳讲的吗 是非尖锋时间去 对 这是她说的那一家 因为我最近没化妆 所以好像没化妆 对 有她那么多 对 人家以为是男的 真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这真的好好吃 你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 可是因为也是会怕胖啊 所以可能吃的时候 我酱都会减半 然后再加上就是 我听人家说 我就是那一整天 如果我要吃比较多 我就会早上先喝一杯 像这样子的蜂蜜柠檬 蜂蜜就感觉对身体很好 所以就也可以促进 新陈代谢什么 所以我就会这样 但是如果说你就真的 专程吃这个 一个礼拜吃三次 一个月会胖 明天八十公斤啊 快走 一个礼拜吃三次的话 你以为只是吃这点吃 三次啊 其他餐还不算 这加在一起不得了了 你这份心意真的是不容易了 好 帮我们排队这样 孝心 嗯 嗯 是不是还是很好吃 想像他现场排到的话 多美味 还不错 因为 我喜欢吃蜂蜜 但我不喜欢吃蜂蜜 你不喜欢吃蜂蜜 对不对呢 餐前餐后 半杯美式咖啡 好 对 其实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说 黑咖啡 对 要吃蜂蜜之前呢 先喝半杯咖啡 那吃完之后再喝咖啡 因为咖啡因本身呢 能够抑制脂肪酶酶的作用 会让我们脂肪吸收比较少 记得要喝黑咖啡 好 再来我们要推荐的是什么 小乌龟再来一季 这是在内湖 湖光市场口的一间肉丸 哦 肉丸 对 它就在一个非常小的角落 而且它也没有招牌 它招牌就是肉丸 两个字 对 然后这一家 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 这叫肉丸 肉圆 然后它特别的是 它的笋啊 在里面还是很脆 很香 完全没有被它的酱料盖掉 它的肉非常的扎实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 南北口味的肉丸差非常的多 像我今天带来的 其实也算台北 还蛮著名的一家肉丸 它是在安东街 安东街就是 如果那边进去 35巷进去 有一个小公园 然后那边有一个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旁边 如果看到人龙 你就知道你到了那家肉圆店 因为那家肉圆店 它其实下午三点半才出来 大概开始卖是三点半到四点之间 肉圆 那有人讲肉圆 肉圆 罵完了 肉圆 里面有耶 我把它谷回来给大家看 然后它的特色 其实刚好跟那个 许葳老师喜欢相同 它的笋子就是切丝的 但是是鲜笋 因为有一些它用的是笋干 那这家店用的是鲜笋 然后切丝 然后就是用那个瘦肉 然后混在一起 我觉得它的这个很特别的是 其实它的皮 因为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它是下午三点半开始卖 通常六七点就卖完了 就没有了 然后特色在那个酱 那个辣椒 你一定要来 如果你敢吃辣 不是 那个 超级辣的 超级辣 超辣 谢谢你跟我先讲 超辣 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他就故意放在那 给你加完 很辣喔 有得意的表情 然后还问你这个 要不要加汤 帅的那种老懒色条辣椒 你加上的那个辣之后 它整个口味就会提醒出来 我来一个 因为它本来是有一点点甜 有一点点咸 然后皮是Q搭带脆的 它是脏话霸丸 脏话霸丸 脏话霸丸 这个肉几乎我拿走了 它是瘦的 不是你提醒 你会不会生气 我 笋子给你了 不会 因为我不太喜欢 我不太喜欢吃的是 笋丁的 没有 新竹的那种小的圆的 对 新竹最好吃我是觉得 圆圆的那种小的 没有旁边那家才真的好吃 对 行家吃的一家 好吃吗 满意吗 非常好 那 那个Q啊 对 皮很Q 皮Q 然后它的笋子 其实我昨天知道它是脆的 然后它的肉就是非常新鲜 所以又是那种瘦肉 但是不硬 好 霸丸 我们来看到是第八名 热量324 OK的 那OK喔 好 来